竟然没有中文可以学 竟然没有我大中国的语言啊 我放手机 最近丢一下 那我刚刚讲的Totty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 不是要分享新一家开采 也不是要分享我业余流的经历 我们今天 要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就是我们经历了2024年 史上最狗血 最扎心 最傻逼的事情 我们在Facebook My Peace Place 都被被骗了 就是我们在Facebook上 买了一支 假的iPhone 16 Pro Max ETB 整整被骗了 总共1950澳币 我们今天想要把我们的 这个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 我们分享这个视频呢 就是接受大家各位的批判 希望各位可以骂醒我们啊 就是想要借我们亲身经历 告诉大家听 在Facebook上面买电子设备 真的一定要小心 最好真的要避免买电子设备 因为现在骗子 会用尽千方百计的方法来骗你 听完我们分享这个经历 可能会觉得 落空百许 对对对 就是当你陷入这个骗局当中 你其实已经是 没有办法可以独立思考 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其实就是 一连串的 连错的造成 然后再加上 以前在Facebook上面购买的 东西基本上都没有被骗过 我们等下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细细回想这个事情 我们就能 去检讨一下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也欢迎各位 有一些指教 我手上现在就是有 真的iPhone和假的iPhone 你们可以先这样大概看一下 然后不能用肉眼判断出哪一支是真的哪一支是假的 然后等一下我会一一去给你们看 所以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呢 就打算是在JPiFi上面买真的iPhone16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试过很多次在Facebook RQP上面买二手的iPhone 通常澳洲是这样的西方人他们会送礼物 然后去取代送钱嘛 如果你从游戏场打下来的手机好 像我们就买过 我们才刚卖掉一支iPhone15 Plus 大家会低于市场六七折吧 我们刚说那个手机一千八 一千七 只卖一千块上下来 别人跟我们当时候卖到这个手机有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从iPhone11 12 13 14 都买到了 打六七折价格去买到了新的iPhone 并且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 完全没有在意价格上面的差距 我们就是抱着侥幸的心态 好像说就是潘小平 然后就是接下来故事的发生 而且我们当时在Facebook上面 其实有做很多的research 明显你看得出就是骗人的帐号 他就是在2024年才注册新的帐号 甚至23年 然后你点进去他的主页 没有任何的post 没有任何的内容 头像可能用的是架头像 甚至是AI做的头像 但是呢 我们在经过筛选之后 有筛选四个左右吧 觉得应该看上去是真的用户 然后每一个用户他的profile上面 都会显示他曾经成功卖出过很多产品 而且有评分的 即便他有一分 他总共3.8分我买的这个 但是呢 很奇怪他头像是黑的 但有时候我觉得说 有些人就喜欢那样的 一次头像这个 我们开始就会有一点怀疑了 但是也联想做了过去 二次他评分只有3.8分很低 但我们就在猜 可能是他在交易过程中跟别人沟通不到 完全没有想过他是骗人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他的profile上面是写 他曾经成功卖出过Easy的鞋子 Zike的鞋子 大家回想 有可能是假的 他的广告description上面是写 这个价格是Face的 not scam 他很明显的说他就是骗子 还是诈骗的 但是你现在想想 谁诈骗会说自己是诈骗的 对吧 就觉得这很褚的 人家说他不是诈骗 我就想看他不是诈骗 我又诈欺了 我分享不下去了 这个故事 越骗子 越讲越骗 就是感觉一切就是想要快速的进行 所以当我们要求他给我们Receive的时候 因为他之前的广告上面是写 写写有Receive 但他突然呢就跟我们说他在上班 然后呢他要叫他的弟弟拿手机给我们 结果他弟弟在家找不到那个Receive 我就说不行 你一定要给我看Receive 如果没有Receive 我们就不买了 其实当下如果他没有给我发Receive 我们应该就是选择移骗 我们对于这个真假的定义就是 你要有Receive就肯定是真的 我们完全不会想说你去做一个假的Receive 什么类的 然后逃死不死 他找到Receive了 他那张照片给我们看 他那张照片上面的Receive就显示是从JD Hi-Fi买的 我其实当时呢非常认真的去读 Receive上面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有想过可能是假的 那假的他不是约在他家 感觉有点奇怪 他为什么一定要约到公园 我当下已经发现了这个Receive有问题 他的时间有问题 GST也有问题 然后他的这个ETB 他写的价格其实是256G的价格 他跟我们说是因为他有朋友在JD Hi-Fi 所以可以拿员工discount 可以很便宜这样 然后我们说哇好这个员工discount拒责 从2800到2100是有蹊跷吗 就不是他们是不是偷了东西 所以他这张Receive才会那么奇怪 我们还各种帮他圆谎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太着急 我很想要快点结束这个事情 已经发现他有问题了 我们还是选择相信他 OK 我们的对话里面还跟他说 我说我们在车里 就是然后他还说We 他一开始是说你只有一个人 对 然后突然听到我们改口变成了We 然后他就问号为什么是We 你刚刚明明是一个人 现在变两个人了 对 他有点担心 他就说有多少人跟你们一起 对 我就说我跟我朋友而已 然后他就说他会让他的小弟兄弟过来 然后他就说他只有15岁 我还跟他说 你弟弟在公园算这2000块的钱 现金会不会太危险 因为他才15岁 然后他还说 哦 他弟弟可以保护他自己 不会被抢这样 你保护 因为他家里那边很近 我还信我说 我还跟他说 哇 人家都这样很关心弟弟 应该不会是坏的 我们就是因为这一点破罐子破摔的 对 我们一开始其实一直都抱着一个非常坏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JBHIFI这个resist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看到有一种假的 而且你知道女生的vlog感 一般都特别准 都不是女生的vlog感 他就是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当时的局面就相信他了 对 然后他又说了这一连串 他弟弟什么很年轻 然后他会保护自己 然后我们就是善良的人了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 他都已经让他这么年轻的弟弟来了 还会被他弟弟着想 不可能是个坏人吧 想不到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还关心人家 对你会不会受伤呢 你知道吗 我现在想起来 最根本的导火线就是因为弟弟 对啊 因为他来了 然后是一个穿运动服 感觉很乖 我会觉得这样的哥哥也不会是什么坏人 他有可能那个就是他的好朋友 他也不知道他卖的是假货 对啊 所以他表现的特别的淡定 但是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 我一度想走 就是这时候马后跑 因为已经被骗了 但是因为他跟我说是 他的brother的JBHIFI打工 所以可以拿到这种拒责 所以才能卖这种便宜 然后我还特别问了那小孩说 你为什么你哥哥可以拿到这么便宜的iPhone 他跟我们说 哦 因为他哥哥的朋友在JBHIFI打工 所以其实他们应该是知道 他们两个互说 他们的说辞其实不对 然后最后就是弟弟来了 然后把手机给我们 我们就把现金给他 然后我是坐在车上 他是在外面 因为我就比较害怕 我就想说我至少在车上 万一弟弟怎么了 我等一下还可以想办法 去把车开走 我说你要不在这边现场数一下钱 看一下数字对不对 然后我在车上检查一下iPhone 其实在交易之前我们已经去上网设计过很多方法 怎么去辨认iPhone16的真假 其实没有 这个你不要再吐槽吧 怎么去辨认iPhone的真假 大部分人就是说你看Zero number 然后还要看你的包装 上面是不是 Design in California 然后我就开始看iPhone 然后呢 我做了一个动作 他的iPhone是有那个 透明纸包装的 还有抹 我想说这个也很好 是我猜的 Zero的 是我猜的 你还在数钱 他没有数钱 这个也是我忽略的一个动作 因为呢 现金交易 而且不是他卖家本人的话 我其实蛮想录影的 就是录说他数了钱这样子 嗯 但是呢我一转头 他还说起来了 问他说 诶你数了这个钱吗 他说 He didn't come to property 他说他没有很认真的数 然后他就说It should be fine 然后我就想说 蛤 这样不是很奇怪 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数 对 然后我就说他车上看手机 我第一反应拿到手机的当下 我就跟他说 这个手机好轻啊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买过 真的iPhone 16 不知道是不是新 今年新设计 他就是故意把iPhone 16 做得比较轻 对吧 我也只是随口说了 对对对 我并没有完全起疑 对 然后你还再看看那个弟弟 你就感觉他也没有心虚 我还看着他一下 因为你跟他说 Oh Breece the human scan Oh my god 我真的忽然跟他傻逼 傻子真傻 傻到家 我们还好些 但是他就说 希望他可以理解我们 因为我们很烦 一直问他哥哥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确认 我就说最近我在推行上 看到很多这种骗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这个是真的 不是骗人的 对 然后他就点点头 他点点头 表示他很认可 当下那一刻 我更确定 我多疑了 所以我就放他走了 对 就结束这个效应 就是觉得 好开心啊 什么900块钱 买了一个1TB的iPhone 16 Pro Max 然后弟弟弟也就走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 20开心 20喜意 我就还是有在 继续看我的手机 我觉得哪里不对劲 首先那个盒子 感觉很廉价 其实盒子里面 底下是有一种 给人像是 重新制造的感觉 然后呢 那个iPhone的相机的地方呢 有一层白色的膜 我们还是没有觉得 那个手机是假的 只是觉得它可能是 4品 或者是每一批货生产出来 多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看到这里 就觉得 算了算了 这视频关掉 我这两个傻逼 没有一批看上去 好痛苦 然后一路他还一直怪我说 你看你省了900块钱 买一个iPhone 16 Pro Max 为什么你感觉 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我当时女人 只是就告诉我 这台手机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当下没有 马上坚决地跟他讲 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是假的 是因为 我很怕那个弟弟 会伤害我 会从包里面拿刀 或者拿枪之类 因为他是被人给小鼠包出来 对对对 我其实有一点点害怕 我就想说算了算了 我就愿意相信他的直觉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多疑了 结果 越想越不对劲 我觉得他自己开始也起疑了 我就是欺骗自己相信这个事情 因为你没有完全 100%确认他是真的 所以你就想坐下来 重新看好 对 后来我就做这个动作了 就把它开起 对 它感觉 一开起就跟iPhone 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那种iPhone 对 然后Hello 然后在他进去选业设定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很奇怪 而且他可以按相机 我一按相机 那个相机超模 超拉机 我就 完了 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相机有多差 你们看评论就知道 然后呢 他还在安慰自己 我还想说 可能拿到视频 我们拿去换一下 因为有receipt 输了那个 那个Apple的ID 他没有让我输密码 就直接进去了 我就觉得这很奇怪 为什么不用输密码 他就能进去 我就拿手机去查 增加iPhone 这个人是用小红书查的 我是用Google查的 Google的第一条 第一个页面 就告诉你 iPhone16第一个步骤 先看那个盒子 记得iPhone16是没有膜的 我当下 我一摔我就说 我们被骗了 已经完全 已经完全肯定 不用再骗 不用再骗自己了 自尊心受署 因为一直以来都觉得 你被骗过嘛 然后 重点就是我们真的 花了很长时间 上的社区 并且怀疑了很多疑点 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安慰自己 去帮坏人讲好话 对 去给他找借口 那是最气的 你 对 我那种受死的感觉 一时间做到好难以弥补 每次都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会被诈骗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怎么看不出来 我不只是钱的问题 是 因为这个数额 不是说非常的离谱 就是跟人家被诈骗 几十万来比 就是一个手机 但是 那个心情就是 我为什么会被骗 而且说实话 这个骗子没有高超到 他真的没有骗到 对 我们最近开始看到 他的营业面黑头像这一点 就已经开始在怀疑了 然后会不会一直有很多疑点 就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 我问了四个 我就说 其实别人那个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人 他会就像正常的 product 要卖掉 他就写 sold 但是这个是直接 他就是把账号给删掉 对 我们交易完之后 就等到 他很有礼貌的回来 我说 thank you I got it 对 然后当时我们 看到这个假手机 相机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还要努力的 在帮他 就是 他想要回你 最后一丝追 说他我们拿去退啊 因为我当时 我们还没有完全确认 他是 对对对 那个假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有没有可能iPhone 16 现在新的滤镜 为什么新的滤镜 我当下说滤镜跟宝 iPhone 16 会不会新的滤镜 我感觉 你知道我存到什么地方 我还是想到 我还是要收了iPhone 16 用滤镜 冷白皮 因为他只拍出来 是那种冷白皮 我说这应该是新的滤镜吧 可能要去身体里面 重新调制 就才会变成正常了 真的是蠢到家的 我老天了 这件事情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当你身上这个骗局的时候 你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 这是最恐怖的 到最后 Google告诉你 答案 iPhone 16 就是没有包装 但那一刻 就是你只能坦然 接受这一切 对 反正你们嘴我们 反正我们就是笨 我们中间有非常多的时间 去查 反正我多做了一个动作 我去查了Google 对 我就能知道 有包装模的是假的 我一拿到 我就知道是假的 我们就可以说不买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 很痛苦的电视 我不想要去相信 这个世界是 坏了多不好的这些事情 拼命的再去问这个 recept 这你看是真的 我就想要找 他哪里有假 我就是彻头彻尾的 选择相信 你知道吗 很可怕 现在Google有很多真的东西 我也卖掉很多工具 卖了特别的东西 手机甚至是车子 就是 你必须很严谨 然后我来总结一下 Facebook那些 一看就是骗子的几个特征 一般 如果他要你给Pay ID 或者是要BSD Transfer先转钱之后 再给过了 绝对不要 绝对不要 第二点就是呢 他的描述里面 写得很花里胡笑 从我的奶奶那边 得到了一辆车 来过世了 我想把这辆车卖掉 把故事讲得越复杂 写越重 第三点呢就是 头像很重要 然后你要去点他的 那个 profile 你看他有没有 发过一些比较真实的内容 但我觉得现在骗子很厉害 他可能会 对这个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 就像他营造过的 或者是就是偷了别人的账号 对 就这个也很难辨认了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觉得评分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有卖过假货的话 我感觉大部分 好像都会给疫情 这是我自我感觉 第五个 如果他跟你说 I'll let my product little brother to give the product to you No say no 马上拒绝 为什么我们这么笃定 就是因为 我们身边有朋友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 在Facebook上面买了一个 Apple Watch 但也是假 他就是让他的弟弟 去帮他送这个货 但反而这个小孩子被抓了 他可以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找未成年的人来犯罪吗 我们这件事情 最后的解决办法 就是报警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这是一个合法的交易 一手交货 然后这样银行退钱 没办法用 别人是cash 别人可以做的 就是给大家这个教训 就是像是如果说 你们真的是 一定要在Facebook上面买 比如说这种电子 我估计没有人会想买了 看完这个机会之后 假如他给了你 不管是苹果店的官方 Receive也好 JB Hi-Fi的Receive也好 或是其他 公用商的那个 发票 你可以常是打电话去 这些公用商 查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因为呢 我们今天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最后就是把我去JB Hi-Fi 买了一个真的iPhone 使用回来 然后就把这些事情 分享给了里面的店员 然后帮我们查这个 因为他上台是有信息 结果发现了这一张 就是他们伪造的 这个原本的发票 是他们在新市场 JB Hi-Fi 买的价值三十块的充电器 然后伪造成买了iPhone的 假的发票 当时把这个Receive给店员看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能不能看得出 什么蹊跷 他们就说 a normalJB Hi-Fi receipt have the SKU number and it's always six digits yeah but in the receipt it will always come up with that and then the serial number next to it 就在盒子上 下次但凡有人发这种 发票给你的 你就是打电话去 问 你把信息提供给店家 然后问他 能不能查出这张发票的原有 先看看外观 然后你看背面 也是一股廉价感 然后这个是盒子的内部 线感觉是一样的 那我们是否赚到一根线的钱 假的里面会有一种这个 怎么感觉就是 某个地方制造的呢 这两个盒子完全不同一个东西 我当时居然还给自己找理由说 是不是iPhone16要追寻环保 所以现在用的材质比较廉价 iPhone的相机后面是不会有膜的 你不需要就撕膜的 这个假的已经被我们撕掉了 它就会有一层膜在外面 左边摸起来就像玩具机 就是没有内涵的东西 触感完全不同 你看这个苹果 这个logo 它就是画面不一样 你知道吗 它的亮光什么都不一样 我当时看到它 我怎么就没觉得它是假的 这个苹果周围都在发光 而且你看人家都已经进到Hello了 这看这么久还在黑屏 然后这边点这个i 这边点这个i 它假的手机给你的信息 要比真的手机更多 就是它有一种要 make it look more real的感觉 我们现在同时打开 这个页面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咋这么大呢这个球 就是它语言的选择就不一样 对语言顺序也不一样 居然没有中文可以学 居然没有我大中国的语言 我都服了 然后到Quickstar这一步了 你看这里完全不一样 上了一个logo 而且这一个明显字 比这个要大 然后字体也不一样 体的感觉也不同 到这一步你要连WiFi 速发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这百分之百就是假的了 你看它出现这个页面 也太奇怪了吧 苹果再怎么更新设计 它不可能 走这么欧斯坡的风格 对不对 那种经过电脑改装的山寨机 太像那种电脑时机出现的画面了 好我们都进到主页了 然后你看这个滑的超慢的 然后它这些APP的icon 为什么什么都没下载 只有YouTube Facebook 和WhatsApp还有Tip Talk 好给你们看一下相机 相机是让我们面对现实的最后 它这个相机糊到不行 你看这个像素 这个颜色 冷白疯你懂吗 叫什么 姓冷淡疯 然后我们来自拍看一下 我当时真的就想要收拾冷白皮啊 我觉得挺好看的啊 这个假的 冷白皮啊 我当下一打开 我就在摸动态岛 它没有动态岛 然后你就想这么说 米火石就坏了 我就知道它是假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手机有多汇气 它打开图片里面 全新的手机里面有这个什么 虽然我是男的 但我并不想要这种福利啊 什么东西 这么汇气的手机 那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就 从这样再说 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它的相机里面发现的什么 它怎么下 我真的服了 嘻嘻嘻嘻嘻 我真的服了 那全部分析完之后 那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买到假手机的话 怎么办好不好 我们会这么做 我们去看看 那手机硬还是我的铁锹硬 Let's go 为什么光不起来 大哥 你是被骗怕了 你看旧的哦 它连上WiFi时间不会跳 我要去处决这个汇气的东西 处决第一次 1950块假手机 先丢一下 它不会直接睡了吧 没有睡 哎哟 可以 它睡了以外 它就直接这样 当机了 真的iPhone会 好像不会那么容易 直接系统出错了 下机 就这样这样 现在就坏了 哈哈哈哈 就这样 哎我锤子都还没吃后 锤子都还没吃后 就坏了 我说 那是你了 哈哈哈哈 你不敢 我已经把转转了 好了好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长什么 开箱 假的 iPhone 12里面长什么样 它连电池 好像有一个味道 不会暴躁吧 应该是那个电池漏出来的 这是里面的样子 看清楚了 它就是一张纸是吧 好臭啊 真的是晦气的东西 再见 晦气的东西 看清楚 睁带你的双眼看清楚 我们是在JB Hi5 买了真的iPhone 没有塑料袋的 只有这样的红条片 OK 然后这个是JB Hi5 真正的receipt 长这样的 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 睁大的眼睛 雪玲玲的教训